他已經知道進入到高級班才可以做這些加水的動作 對 煉激勵啦 其實簡單講就是 現在是水增加 然後舉的數量要 20下 30下逐漸自己慢慢自己看情況調整 每天持續的補充 因為現在目前最主要是手臂比較沒有力量 可以發覺要拿東西什麼的力量比較不夠 所以說附近的資料師就建議我要做一些動作來恢復我的手臂 手臂的力量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你一個關節囊整個沾黏掉以後 你關節囊的活動變少 甚至也活動不了 那麼你活動不了 活動變少 你的肌肉肌力會下降 那你現在要慢慢讓你恢復回來的時候 我們跟著要把你的肌 想辦法把你的肌力恢復回來 否則的話 你 即使你關節可以動得很好 可是肌力不夠 要舉 不是壓不出來 不是黏到 不是不會壓 但是你 壓不夠 沒那些壓不夠 對 那些壓不夠 你看年性一定沒那麼黏 然後慢慢復原 按個力量沒那麼多 對 因為一段時間 我們這一段時間比較沒有在外動 那個肌肉頭比較沒有在外動 我們這裡的肌肉 肌肉的力量會下降 所以在復健的過程裡面 其實有時候我會蠻喜歡兼有病的就是 你多聽聽看專業人員的說法 然後去了解 甚至去跟他質疑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其實都有一定的道理在裡面 那就是那個五時間 他們都比較常發生在哪一些職業的族群上 比如說像那個老師他們不是要常寫那個黑板嗎 那他們長期這樣會不會顧到 這種發生的機率是蠻高的 因為 尤其是老師他寫黑板也好 或者是 就是 常常會出力氣 出力氣的結果導致他肌腱的發炎 那另外一個職業就是 我常常看到一些 office man 就是 他不是因為 不見得是因為打電腦 那 他就是 常常就是說 有時候他開車 一些資料什麼放在汽車的後座 常常就 欸 拿著下車 這樣拿著下車 拿著下車 我剛剛有稍微提一下就是說 相對於你在三四十歲以前 年輕 肌肉的柔軟性好 沒事 沒事 那五十歲 六十歲以後 就是年紀比較大以後 你去拉扯 不當 這次就過度了伸展 過度伸展會把那個肌肉拉扯 他可能不是一次就受傷 可能是那個 累積 累積這樣子 對 那慢慢就是會有 出現一些發炎的現象 然後發炎現象他又很能忍 又很巴結 那台灣人都很百多 都很巴結 又很能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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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容易導致他 讓他有一個 沾黏的機會 哦 所以 一般職業上的區分 大致上反而是比較活動的勞動工作者 不太會無時間 因為他們常來動吧 因為他們必須持續再動 我剛剛不是講說預防的動作嗎 我剛剛是講 針對班人 當你有受傷發炎的時候 輕輕的動開來 所以五十歲發炎可能是常固定 然後那個姿勢 比如說那種攝影師 他們常常就舉了這個攝影機 然後這樣固定不動 後的 那個反而會容易得到 當他發炎以後又沒有注意到 預防沾黏的時候 他就容易得到 那反而是一般的就是說 比較活動性多的一些勞動工作者 他就是關節囊發炎而已 那常常從我們門診的患者來講 大致上是處理他的關節囊發炎而已 因為他動得很好 他動得很好 他就比較不會有沾黏的機會 反而他的五十肩 就比較不會造成五十肩的傷害 他只是關節囊炎 所以要很多很多症狀去分析 你這個到底是不是五十肩的病症 對 那就是那個 如果我們那種像我們之前有提到的 就是坐姿 然後醫生可以跟我說 怎樣做才比較OK嗎 坐姿喔 嗯 一般坐姿我們都坐要有坐向 站要有站向 對 那理論上 那我們大概就是說 從一個知識上來講 像那個黃先生他之前說 他就是那個手 手一台膏在寫字 持續差不多十幾年下來 都這個知識在寫字 對 然後那時候不是說那個椅子調高 椅子可以調高調低 那因為覺得說是椅子高的話 那當然是脖子是第一次看電腦 那這樣子就這邊痠痛 那感覺痠痛 那我就把椅子放低 然後結果沒有注意到 手臂是抬高在寫字 那我持續差不多十幾年下來就會 你大概有幾年了 十幾年 做這種知識在做工作差不多十幾年 剛剛醫師講的 年輕沒有 沒有 就沒有會做 我想說我還年輕 年輕沒有問題 你還是懂了好一懂啊 另外我可能要稍微再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曉得 當你正式的五十肩 even中度 even重度 大概你就需要若干個新期的一個復健治療期 而且最好是每天要做 所以常常我們有時候就會建議 因為畢竟有時候像工作忙 甚至有時候譬如說到北部 even到國外去出差 一出去一兩個禮拜 就忙了 然後就忘記做復健 對 所以常常有時候我會建議我的病人 就是說 你可能的話 譬如說你在飯店裡面 或者出差的時候 晚上休息的時候 你可以先給他熱敷 熱敷 熱敷也是讓我們的肌肉先鬆軟 熱敷以後再針對 我們剛剛跟大家提的一些特殊的角度動作 我剛剛做畫大圈 那是針對還沒有沾黏的人 因為他還可以畫 所以就畫大圈 當 黃先生應該有這種經驗 他剛來的時候就 就是畫這樣子 小玄玄 對不對 不小心 然後人家以為你要閒出手 OK 好 那就是說 當已經一旦造成五十間的時候 我們會建議 譬如說 剛才來說 譬如說 黃先生他摸到這邊 然後摸到這裡 我會建議說 那你輕輕的舉起來 因為假的 我們一般人 我們這樣舉很簡單 好像很容易 可是對五十間比方 從事件來講 他能夠舉到這裡已經不錯了 他已經很 已經很努力了 像舉個大失控一樣舉不起來 然後 我會建議說 你舉到這裡 然後呢 往 你應該要走的方向 剛剛不是說 我們這應該能夠舉到這裡來嗎 嗯 好 那往應該你要走的這個方向 走一吋 甚至一吋半 就 噢 一點點 其實這個的原理就是說 我們那個沾黏的肌肉 你 你 你 應該這樣能夠完全滑開 可是 你這樣滑不開 就滑一點點 好 那我們再給它增加一點點 讓它稍微往前進一點 就是 再前進一步 它一吋一吋半就可以 那會有一點痛喔 那就忍住 停住三秒鐘 撐下來 撐下來 撐下來的意思 撐到三秒 撐下來再放下來 沒有放下來 因為沒有放下來 你撐下來會撐死 撐到下來 這樣效果不好 嗯 你放下來 停住三秒 然後再上來 三秒 反覆的十下二十下 都可以 這是第一個角度 第一個角度 第二個角度 一樣 剛剛黃言有提到就是說 他剛剛來的時候 他事實上在臀部的位置 好 那這個我們說 我們的肩關節腰這個內轉的動作 他要能夠到肩胛骨的下緣 到這裡 還是我們功能的角度 好 那你盡量變成說 有這段路要走 就是從這邊往上 往上往對側 左手就是往右 右手就是往左 往上往對側 斜斜的拉上去一吋一吋半 一樣的意思 一樣的意思 就把它再拉 OK 一樣的要放回來 停住三秒 放回來三秒 停住三秒再放回來三秒 反覆的 一二十下二三十下都沒有關係 另外像剛剛黃言說說 我們有教他在家裡畫 其實就是上證據或是測局都OK 那你在飯店裡面 或者說出差的時候 或者說沒有辦法到特殊的醫療院所去做的時候 你繼續這樣做 他還是會有進步 當然相對的不如專業的做 會進步的再快一點 但是你持續這樣做 他還是不會缺席 他還是會繼續往前慢慢找 所以其實五十間的治療就是第一個觀念要對 觀念對 不過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確定他是五十間 要對著瞎腰才可以 對有些是神經損傷 他就說我不能動 不是所有的都不能動 都是五十間 第一個要先確定 對要先確定診斷 確實是因為五十間 因為就是 我不要講五十間 就是粘連性的關節囊 發炎 粘連性關節囊炎 導致的也沒有辦法舉 確實是因為這個病因造成的時候 我們來這樣做 OK的 但其實這個又